交通部长林佳龙拍板 安心旅游国旅补贴 7月1号上路 让民众可以搭配三倍券来使用 加上旅行社也看好商机 加码送带金 所以全部通通一起使用的话 CP值很高 最多可以省下4500元 疫情虚缓 有搭到飞机 就像出国 澎湖最近天天都涌进大批游客 航空公司也乐得非加班机 现在三倍券 确定7月启动 看好能再刺激国旅 有旅行社手脚快 再加码送带金 谢谢你完成订房 那现在我们有加码 送台湾订房优惠金的3000元 不管刷卡 付屑 还是用三倍券 消费者在官网订完房 再送带金3000 会平经济 7月将会启动三倍券 有旅行业者看好商机 还会送出订房优惠券 加上7月 观光局还会提供国旅补助 要是三个都能够一起用 CP值会更高 怎么用最划算 直接算给你看 上路住台北凯达大饭店 一房1645元起 先花1000 取得命额3000 第一碗用掉其中1600元面额 自套药包45块 就可以入住第一碗 第二碗再用掉剩下的面额 住两碗才花1290元 住的月潭 莉莉折元 一样先花1000领3000 第一碗全部用掉 自付750元 还得到带金 第二碗带金折底教 只要付3450元 别忘了 还有国旅补助 一碗7000元的房间 两个晚上 只花4200元 住士林 万利酒店最划算 9点就可以入住 还送早餐 用三倍券 加优惠券 再加国旅补助 只花7000多一点 享受三天两夜 满满48小时 五星饭店服务 大事上方向就是 会依据过去 在春游跟秋冬游的经验 让它优化 简化 便宁化的方式 搭配振兴建 交流部松口 原本规划 只实施4个月的安心旅游 考虑延续到年底 不住时辰拉长 希望三倍券 加国旅振兴方案 外加民间优惠 互相拉抬 创造观光业双赢 东森新闻 酌金国张一辰 在台北采访报道